今天志祺拍下 學生放學走在馬路上 這是上下課必經之路 有的成群結隊 有的單獨走 卻有民眾PO網指控 屏東東港這條文昌街 有陌生人隨機攻擊小孩 PO出照片全出地點 說小孩在7號下午5點左右 被陌生人襲擊腹部 要大家注意 網友驚呆 太恐怖了 天還是亮的 怎麼那麼大膽 一定要找出來免得再害人 小孩還好嗎 要注意心理陰影 之前附近好像有一個人怪怪的 他會躺在路邊睡覺 不知道是不是他 沒有 我都沒有聽過 沒有看到耶 老闆家有什麼 我都不知道 詭異的是監視器有拍到不少 孩子經過 卻沒拍到可疑人 鄰居沒發現異常 也聯繫不上原PO 只能加強巡邏 大家出門 先說到尾市到看一看 查證軍會發現說只是事件 警民眾放棄 小朋友放學走路回家 卻遇到恐怖攻擊 肚子被打了一拳 現場卻沒人目擊 監視器拍不到 當事人也沒報警 但襲擊孩童傳聞 已經讓住戶人心惶惶 記者張春華屏東報導 霧角蹬 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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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